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通常聊的这个话题方向 这就是说 又婷你要小心啊 女性发病率前十位的癌症构成乳腺癌是第一 然后但是呢 这乳腺癌啊 如果早发现早治疗 其实啊是是好治的相比之下 你看他的死亡率啊 到第五 到第五 当然就说女性也要小心啊 再看下边 这个就是著名的比比特的老婆 这个安吉利纳朱里 就是预先切除了乳腺 他不能说切除乳房 因为发现他有这个乳腺癌的基因 这是安吉利纳朱里 然后我看就这些照片吧 你知道说这个事啊 现在做媒体的都不好聊了 如果说啊 你说谁就是在消费谁 那我们这个行业可以不存在 对吗 你比如说 我就发现现在给骂的都有点神经病了 就是啊就说说姚贝娜 说姚贝娜他们会不会今天他开这道会 会不会他们说我们媒体还在消费姚贝娜 你知道我永远弄不清这个问题 我只是说啊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 是我们人类共同选出 共同把媒体这件事 这个玩意儿搞出来时候 或者说从媒体开始竞争的那一天 某种事情就已经注定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我今天要上节目好紧张 我很久没有这么紧张 就是本来觉得上节目都可以 大概帮着跟两位老师聊天 但我今天上来 你看我刚刚就问你说 好讲吗 要怎么讲 怎么讲都行 因为 怎么讲都行 真的假的 你担责任 我不担责任 你怎么讲都可以 对所以就想说有几个方面 就是说第一件这件事情 我对姚贝娜 就是她在在世的时候 我只知道她是个 就是唱歌 唱了几个这个主题曲 很红的一个歌手 但是是不是到达一线歌手 对我来说可能 因为我对娱乐圈这个 你就是说她名气大小 她名气没有我想的这么大 我感觉 她名气不是最大的 但是等到她一过世之后 整一个的这个发酵 让我觉得天哪 她可以连续的好 一块一个礼拜 都在这个微博啊 媒体的这个版面上面 攻展 那这个发展 又让我觉得很意外 就是既然有媒体 为了这样一位歌手 她在做手术的时候 闯入 然后就为了拍她遗体的照片 或者拍这个手术的过程 意义何在 就是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她没那么有名 为什么她的照片这么重要 是不是 就是你拍 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拍遗体 不管你拍谁的遗体 就我一般人的遗体 这都是个大忌 在中国人来说 对 你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要犯这个大忌 一定要有个原因 有个动力 让你愿意牺牲 这个道德 然后呢 就算获取利益也好 但是我看不到 这个利益在哪里 因为大家会看啊 因为她很吸引人眼球啊 尤贝娜本来不出名 说实在话 本来她以前圈内的人才知道她 她唱过一些电视剧里边的插曲 什么 她的出名是因为中国好声音 嗯 她上去的时候 其实她挺冒险的 我不知道这个好声音 这个导师转椅子啊 对 她爱看中国反应 对对对 我看 我不知道他们是真转假转 假定说 相信他们是真转了 真转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是不知道后面的 对是谁 是纯粹听声音的 对 那么这个就是很考验嘛 就好像转过去以后 我还记得那音说 哦原来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第一个 她已经 已经在这个行内 出来参加这样的唱歌比赛 跟群众 跟一点不出名的人在一起 就很大的勇气 第二 她当时也就 大家知道她是生cancer cancer这么一个美女生cancer 又参加这样的比赛 大家对她注意 紧接着她被淘汰 她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群众呢就非常同情她 很多人就指责怀疑 可能有黑幕啊 同行什么竞争啊什么 因此呢 冯小刚就请她上春晚去演 春晚的零点零分的 这个最重要的歌曲 由她主唱 天佑中华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的位置 这是本来宋祖英唱的位置 你知道 她就 其实她唱那个天佑中华的 那个时候啊 其实虽然经过了化妆 还是有点 脸是就 你知道上春晚的人 各个弄的都跟白鸡蛋似的吗 那个脸是全 她好像还是有点 我估计她其实那个时候的病 就已经蛮重了 所以有这个得人心 这个同情 励志的这个部分 而且 但是有些问题 我觉得也很难回答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在微博后的 你看他都说什么 说这段时间啊 这个张万年同志 这个这个原来的军委副主席 甚至还有人把他称为解放军当年的什么战神 还有人说 说为什么关注度还不如一个摇背纳呢 哎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那我都认为啊 这不是我们能回答的 就是打从我们全体人类 共同塑造成一个媒体社会的时候 媒体社会的规则 看来完全不是什么公平 那比如 你比如有人说了 哎 那个因为姚比娜捐献眼角膜 那么我说 那那个捐献全身一体器官的人 死去的时候 怎么也没见媒体 你这么大肆报道呢 对吧 可不是这个原因 他就是一个关注度 你你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啊 就是关注度 对吧 这是有一个关注度 我也看到这条评论 我试着来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那个英国的哲学家 霍布斯讲过 说人类的欲望啊 归根结底就有两个 人性啊 归根结底就有两个 一个 人会无限制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无限的追求自己的欲望 但要是只有这条 这世界全乱了 人性还有第二条 害怕突然死亡 害怕 所以人的社会结构啊 就是按照这两条人性的原理 构成的 就是说人才不会 无限制的用自己的欲望 因为他这个年纪的去世 跟一个 三十多岁的 有关系 这个妙龄的 这么一个 一个女子的去世 这个是两个东西 合在一起的一个新闻力量 他这个解释 老师解释比较深 我以这个 我以前跑新闻的这个想法来说 就是在现在的媒体时代 姚贝娜的资料 很容易 容易找 我的画面很容易找 因为我只要上网站 他唱歌的这个画面 我很容易找 很容易找就变什么 很容易做新闻 你知道 那个军委副主席 或者是 他的那个资料 我很难推敲 例如说他可能有些 他过去 那不用你找 人家早就准备好了 没有没有 但是我一次说 他没有隐音画面 就是在现在媒体 传播的速度来说 一个漂亮女生 一个有隐音画面 他又是唱歌 他唱的歌 我很容易听得懂 就是做的那些战争 他的丰功伟业 不是每一个人 马上容易 这个你就不了解了 而且还有一个 跟你们俩说的 都没关系的原因 我认为 像张万年同志 这个级别的人物 在中国大陆 那个报道 也本来也不是 你想怎么报道 就怎么报道的 这都是有严格规格的 对吧 你说你炒作一下 我找一通 那怎么能允许呢 所以 不是 这不用炒作 但这个姚贝娜的事情 一开始吸引人注意 我觉得跟一个 就一开始的假消息有关 就先说 先传出来 就是说他去世 他乳腺癌去世 然后赶快又辟谣 说他就是在抢救 你知道 我跟你讲一个 我的亲身的经历 你就可以知道 干我们这行的 是琢磨一个事 是多么小肚鸡肠 不叫小肚鸡肠 你善良的来说 也可以说 我们多么谨慎 而且 你知道我现在 做一个网络节目 天天讲这个新闻 那么就每天 那天华仪发了声明 痛斥深圳晚报 对吧 深圳晚报还没有回应 但是我就要表态 我就要说 然后我有一个顾问 这个顾问呢 是深圳新闻界的 你知道那天晚上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俩一直在吵架 一直在争吵 因为我说的一句话 就说 我开头就是讲 我说我认为 这件事情的一个关键 就是到底是不是 有三个记者 进入太平间 想去拍他的这个遗体 或者手术的这个画面 我说如果这个确实是事实的话 那我觉得是过分了 这么多年 我没见过这么干的 好 然后这位新闻 新闻界的 我的这个顾问朋友呢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人呢 有立场很可怕 你有立场啊 后来我发现呢 他为了辩护他这个立场啊 他想象出来很多东西 从后来深圳晚报 发的道歉声明上看 我认为他跟我说的是 他的想象 而他这个想象 仅仅为了维护他的立场 你没办法 就是 但是他竟然把我说的 不断的在剪我的这个话 因为我要考虑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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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不能够过头吗 因为他就说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说我认为新闻采访无禁区 说本来我们现在 这个搞新闻采访的 就已经处处受限 我们已经就是很 很难进行很多采访 这个社会上还在这么 动不动就搞我们 我说这是有 怎么没进去 我说全世界 哪有没有 没有没有进 没有进去 我说我认为 这就犯了我的大忌 我说你到太平间 你拍这个 你就是犯了我的大忌 然后他说 深圳那个报纸 到现在还在开会 一晚上就开会 他说你看吧 明天早上 他们现在 说你看他现在发了一个 第一天 深圳的报纸发了一个 说在众生喧哗中 让我们为这个 要被纳挨到 他就解读 他说你看 这意思是什么 他们有内情 他们有苦衷 只是他们现在想啊 不要因为解释自己 就好像宣宾夺主了 所以他们先隐忍 明天你等着看 他们发什么内幕 我说能有什么内幕呢 我说能有什么内幕呢 他也跟我讲了 因为他是深圳新闻界的 他打听 他说我听我的记者朋友说了 说那个 跟我争 他说那个到底叫不叫太平间 他说因为要动这个手术 对 所以呢 他可以解释成是临时手术间 第二天这个报纸发的致歉声明 也很微妙的 没说太平间 而是说临时手术间 对 要叫我说 那也不合适 对 我说你没征求人家同意 然后呢 他就想象 他就说啊 他说那个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我就 我只能说是他的想象 他说 这个报社 他做这个报道 就是关于捐献眼角膜的 这个报道 做了很多年了 他说过去 他们也拍这个照片 行之有年 那就是为了呼唤人们这个爱心 发动人们捐赠眼角膜 他们可以在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上 你怎么知道他是拍遗体 他是非常远的距离上 然后呢 拍一个那个大约的一个画面 对吧 哎 然后用唯美的这个方法 登在报纸上 就是呼唤人们 这个为他们所感动 哎 这么跟我争吵 我说 那到底有没有经过同意 但是你看 就随 虽然我不同意他说的 但是呢 他说的也在影响我 到最后我就把我这个话呀 剪掉了 临发出临上线之前 我就让他们剪掉 我说我真不知道明天早上 深圳晚报发什么声明 对吧 我就剪掉了 我说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 我说这个事情就 最后我的话 等于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说 我认为先要搞清这个事情 是不是事实 是关键 我就等于 没表态 这个也反映了我的谨慎 但是你看 一大早甚至凌晨这个两点多 他跟我争论的这哥们就又给我发来一个信息 我一看就是深圳晚报的致歉声明 就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 后来我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说 我说干我们这 你看这个网易喜欢说一个什么有态度 凭什么人物就有态度 其实我往往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有态度 也可能是信息了解不全 所以我语重心长的跟他 跟我这顾问说 我说 我说我觉得干我们这行的 有时候没有立场 比有立场好 你没有立场 你才能够理解各方的立场 我说你看我鲜明的感觉到 你整个一晚上跟我辩论的过程 你在你这个立场上 你可以为他们解释成这个样子的 你看解释到最后 是不是你听着也有点 是不是好像也能拍 听上去就变成了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大家感到很愤怒的 就是有三个记者 冒充医生的助手 进入太平间拍他的遗照 这是一个故事 但另外一个可疑的 按照各种各样的说法 拼凑起来的 就是就是记者 进入了一个临时手术间 采访拍摄 这个眼角膜的手术 而且他们说 他们得到了 某些人的同意 那么 但是后来他的家人呢 赤责 就是说家人 说不同意 他们说因为家人不同意 他们就退出了 那你看 这后面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紧接下来的是看到这个组织医生 叫什么姚小明啊 他说这个事情跟我没关 那么他等于品性 那么但是他有一个小明什么基金会 要大家为这个眼角膜的事 要全国的人为他捐款 这个捐款的基金会 是由这个医生办的 是由医生卷入的 所以你看这边疑团重重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解疑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诶 又婷 又婷说说 我只是在想说 就刚刚徐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之后 我就觉得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通常一个媒体 你要破坏大家一般认为的道德的时候 一定有个非常大的 我认为的是利益的驱使 那个利益不只是 观众想要看你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带来的 就是广告收入这些利益 这只是最基本的 我相信还有更多 包括你要跟任何你的采访单位 或者是这中间的任何人 建立任何的关系 你今天帮医生报道 明天医生会还你一个case 这是我以前跑医疗新闻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今天帮他宣传一个手术 明天另外一个谁谁谁的手术 可能就是我的独家 这是记者跟一般人之间的 跟采访对象之间所搭成的一个利益的 一个互换了 我相信 但重点就是 你怎么处理这个新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过去是不是 如果你长 如果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你的朋友讲 他长期在处理这样子的新闻 显然过去你对于 这个照片的运用 你就已经没有 没有一个 你照他那么说 他说 比如说过去为了鼓励这个演讲模检政 他们也许尝试过 在很远的距离上 比较唯美的 模糊的拍这种手术的照片 你看不到死者的遗体 那么这样的照片发在报纸上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你认为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回归上我们 普通人的时候 人家就不注意这是谁 人家就只注意这个器官移植 因为器官移植 现在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因为从1月1号开始 停止从死球身上拿器官 那你想我们客观的 很冷酷的来讲 本来有这么多器官在满足 我们不够满足的这么一个需求 现在这部分来源 又一下子减少了 那你看这不是 这个需求量就变得更加急迫 要群众参与 这个器官捐赠的 这个动力也加强了吗 对不起 我再给大家一个想象 我没有说 我真的觉得 近太平间 这绝对是犯大忌的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件事吵架 是因为有人爆料说 他们即将要这样报道 所以我们并没有看 甚至晚到并没有真的 登出那照片 早就删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说 你没有看他登出来的方式 他如果今天登出来的方式 是我们刚刚想象的一个唯美的姚贝娜的 然后告诉你说他一爱人间 以及鼓励大家继续捐演讲模 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吗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哦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最后呈现方式是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他的家人感到被冒犯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家人被冒犯 这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那个医院自拍的问题 我们到最后都是回归病人 医生家跟你 跟记者 媒体三方 是不是要都互相取得一个共识 没有 这件事情就是不OK的吗 对 你说对了 你看一个台湾人 可能呢 就会比我们啊 更明白这个里边的道理 我跟你说 就是鲁迅先生是什么呢 不但从来不但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 我经常呢 就是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中国人 于是我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 第二天我看到这个报纸发出个声明啊 我得到的一个直觉是什么 他有没有背后的利益交换利益输送 这个东西没有证据也不能说 对吧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自己做记者这么些年啊 我有时候觉得咱们社会还是个粗放型的社会 你知道吗 关于这个权利啊 义我个人呢 这个就大老粗 你知道吗 就你比如说很多时候人啊 特别容易想当然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特别容易想当然 比方说啊 哎 姚美娜捐献眼角膜 这是个好事啊 咱们赶快给他搞个活动吧 对吧 咱们搞一个活动歌颂他好吗 我们办个晚会吧 或者说我们成立个基金会 哎 在这个大老粗的心目当中想起来 这还不不是什么好事吗 或者说 一定要问准他们家里人每一个人 是不是还得签个字 订个合同 有些人我跟你说 我相信在大陆社会里 有些人啊 当他做这些 他以为的好事的时候啊 他是疏于考虑的 就有的时候 他他想的没那么多 你你这个真是最大的善行 最大的善行 我觉得比较多的情况是考虑到 但是搏一搏 这个中间是有大的利益 呃 有的效果是不好 邓丽君 最后的遗体的照等出来 对不对啊 这个大家其实看的人 看的人都很难过 那高昌健 那个那个 那个这次 他他的 好多天以后才报道 他整个仗礼追到会中间 整个日本的传媒都配合 不是说没传媒知道啊 就是他家人的要求 就是隔了多少天以后 就一点都不报道 等到他是全部的 这个仗礼全完了 才报道 你看这个 所以我不同意 刚才你讲 那个朋友讲的话 就新闻这个 无禁区 无禁区 新闻现在禁区是太多 但是 不应该有的禁区要打破 而有的禁区要坚持 而且你知道 我为什么跟你讲 我那一天做这个节目啊 我我就发现了 这个 作为一个老中国人 就是我在 我在这个社会里 生活了这么多年 中年 中年 对 我最想找 作为一个中中国人 就是说 对于 而且对于中国的媒体生态 有这样的一种直觉啊 你知道那天看那个 叫什么 那个星际穿越 星际穿越 其实原英文名 应该叫星际 就诺兰的这个电影 里边有个什么定律 叫摩 摩菲 什么是摩菲定律 摩菲定律就是说 如果一个事情 有变坏的可能 那么它一定会变坏 就好像 其中有这么一句 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 17号那天 就是摩菲那 就哪怕华仪还没开口骂的 那个时候 就是从传媒开始报道 摩菲那这件事的时候 从摩菲那正式宣布过世了的时候 我绝不骗你 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 我认为 接下来就要出事 就要出这个事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进太平间 我就知道 接下来就会发生一个新闻伦理的争论 我就知道有可能会有这个媒体啊 被认为采线 哎 我的这个直觉 精准到第二天就应验 我就 这是莫菲定律 你知道吗 我认为 就是我觉得它一定会有的 我好像这种种趋势让我觉得 还是说 因为我觉得 人们的某种情绪啊 需要一个宣泄 需要找到一个地方 还是 但是那天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 我说你瞅着 第二天就得吵起来 你看看 你这话话说完以后 以后国庆办就要请你做特别顾问 去广告 去广告 香香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哎 又婷 你在台湾也是做过医疗报道的吗 那天说 你觉得台湾人这方面 是不是小心 其实我要觉得 这还是掌握在每个记者的手里 对台湾的狗仔队也很猛啊 如果碰见一个艺人出现病啊 或者这种事 我觉得它还是出现在这个 每个人的这个 我必须要说 我 你讲到这个太平间 我们曾经 我已经有点忘记 是什么样的 完完整整新闻 我忘记 但是你说我们进过 我进过太平间对吧 但为什么我要进去太平间 因为我必须要了解 这个死者的家属的联络方式 那我为什么要去了解 死者家属的联络方式 因为这个人的过世 是在死于一个 我记得的 对不起 我记得是一个 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疾病 在台湾 所以呢 他是等于是 在这个疾病流行的过程当中 他死亡了 所以我必须要了解 这个家属 怎么 他的过去的追踪史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 那当然医院一定 因为这个疾病很敏感 是这个医院 当然是告诉你说 我不可以对吧 我不可以告诉你 任何有关家属的东西 所以我在医院是 得不到知识 我在政府那边 医病也得不到 任何的资料 政府就告诉你 某某某 谁是谁 做什么 那如果你要告诉大家 这个医病 到底怎么做 你是不是就应该 去太平间找到那个人 这是唯一 我当时认为 你跑到太平间 就能找到他的家属 因为你在手投期的时候 家属有可能出现在太平间 这是一件事情 因为他刚死亡 第二件事情 太平间一定有家属的联络方式 因为你要登记 这个是领出来的 你要登记 你不管什么都领 那太平间会把这些信息告诉你们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这也违背职业道德 没错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去问得出来 我必须要有个方法 对吧 你说记者是不是 特别让人讨厌 我那天在那边 我的长官就说 你问不出 所以我就说 你问不出来 你今天没有独家 你跟全世界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台湾七到十家的媒体 讲的都是政府告诉你的 他的死因 然后家属那边 被不见面的方法 你出来的新闻 跟大家没有不一样 我要知道这个病 为什么在他身上就死掉了 他到底接触过谁了 到底政府这中间有没有隐瞒过他的病史 有没有什么什么 我们要知道政府是不是疏于照顾他 所以他死亡了 等等等等 那我是不是要问家属啊 这到底是 就是说记者的职业道德 你这只能 跟开平间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 跟医院的职业道德 跟这个 跟其他机构职业道德 必然是像冲突的 嗯 是啊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你说对了 我跟你说 社会的开明就建立在这个冲突上 我跟你讲 那天我 我就说 我评论这个事 我就是讲啊 这个社会啊 叫做工具理性嘛 对 它的专业设置 彼此之间是打架的 你比如说 这是权力制约的 这是可以监督啊 对啊 你 比如说站在一个狗仔队的立场上讲 我的理想就是侵犯你的隐私 我侵犯的越成功 我的理想实现的 我对公众的贡献最大 对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对吧 但是你又觉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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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